陈青被罗姨娘一通话说得是哑口无言,看到弟弟陈汉,同样是满脸委屈,他指的低下头不说话了。 这个时候,陈西房才在罗姨娘的身边站了,低声说道,姨娘教训的是,只若是如此,你刚刚就不该发那么大的火,这儿离正房就隔着一重院子,若是让人听了去,回禀了母亲,岂不让人看我们的笑话? 姨娘,今天不是去威国公府了吗?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? 她?她除了装病,半柔弱,还会做什么? 我还没回来,她这个贤妻良母,在外人面前装得倒是像,可是,还不是千方百计阻止你们去会客,怕挡了她儿子的道路,我这一回来,我倒是有心去她面前立规矩呢,她倒好,马上就病了。 一提到徐夫人,罗姨娘不禁想起自己莫名其妙,由明媒正娶成了不告儿娶,甚至还得管着儿女的称呼,不落了把柄在外头,原本就很难看的脸色,更增添了几分阴沉。 她一把钻进了拳头,她是广宁波徐家的三女,可我是威国公的堂妹,身份又有哪里不如她? 要不是吃了那蒜机去,大嫂,大嫂怎么会说出那种话? 此时此刻,无论是陈希还是陈清陈汉都明白了,母亲此去威国公府是受了气的,兄弟两个就算了,陈希却是眉头一条,心中异常的运怒。 虽说是侯府姨娘的亲戚,不算正经亲戚,但是终究那一场过节是有缘由的,可他们三个,从云南回到侯府之后的这些年,除了正经的过年,其他魏国公夫人不曾派过任何人来看过他们,节礼也都是捧了点心礼盒,亦或是表里极端之类的寻常事物,更不消说下帖子请他们去公府了。 若不是如此,徐夫人怎会打起陈清陈汉搬到外院去的主意呢? 知道两个哥哥都不是擅长用心计的人,陈希略一思损,便站起身。 姨娘这会儿气性不好,二哥、三弟,你们留在这儿,让人看着也不好,还是先回去吧,有什么话,待会儿我使人过去对你们说。 哦,对了,别忘了,去给母亲问个安,探探那病究竟如何了。 眼见着两个人行礼走后,她方才转回身,见罗姨娘仍是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,便紧挨着她坐了下来。 娘,大舅母究竟说了什么? 这一回,罗姨娘听到这个称呼,却不像呵斥陈清那般愤怒,而是丝毫没有在意,又一把把陈希揽在怀里,眼睛也是红了。 都是你爹遭的念,为什么? 偏偏爱了你的路。 不等陈希再追问,她便用帕子使劲地擦着眼睛。 你大舅舅,当初把我许给你爹的时候,也曾定下婚约,若是我先得了女儿,便许给你大表哥,若是我先得了儿子,他便把长女嫁过来。 你二哥的婶,你也知道,那只是记在我的名下,只这家里没有人知道罢了,可你降生的时候,你大舅舅亲口答应过的。 可是,可是如今你大舅母亲说,你大表哥仙头,连着订了两位书院,都未及时迎娶就过世,既有客气之名,又,又不敢耽误了你。 天知道,这些天上为过功夫提亲的人,都踏破门槛了,他,他分明是诚心的。 都说姑嫂之间是天敌,罗姨娘从小就在云南,由伯父抚养长大,眼看着堂兄罗明远,从一个小小的千户通过平叛大功一步步爬升上来,因而,对于并非名门世家出身的大嫂林氏,自然是有些看不上眼的。 后来,罗明远封了世袭的威国公,正妻嫡子便在京师,他见林氏便也少了,自然而然就把人抛在脑后了。 而嫁了陈英之后,为了丈夫的前途,他没少利用自己是威国公堂妹这层关系,甚至还因为罗明远夜夜无女不欢,将陈英在战后把俘虏的各色美人送入中军大帐。 于是,旭公自然更是顺的,十几年间,陈英能从千户一步步升到都指挥时,多有她的指点。 可这会儿,罗姨娘哪里还记得这些呀? 她只知道是大嫂才刻意为难自己,直到愤愤不平地说了好一阵子,她才拉住女儿的手,正中其事地说。 不过,你也不用操心,这件事,她说了不算,只要你大舅舅点头就行了,你大舅舅身边全都是年轻冒昧的新人,哪里会听她这个黄脸婆的话? 赶明儿,进王府上赏眉,你表哥肯定会去的,到时候,只要让她见着你,我就不用愁了。 陈家姊妹当中,陈希素来自负荣貌出众,也就是陈兰能与她相提并论,陈兵陈燕,虽说是重装饰,可终究要差上一层。 此时,听母亲把事情的原委一一道来,想起前年曾经在赏眉时,远远见过威国公世子罗旭一面的事儿,她是容貌俊义,举止大方,她的脸上便也露出了一丝红韵。 娘,别说得那么容易,如今威国公不比从前了,谁都想攀附上去。 再说,宫中的贵妃娘娘兴许也会帮着大表哥她们。 咱们…… 贵妃娘娘是我的堂妹,你说她是和我亲近,还是和你大舅母亲近呢? 这些,你都不用操心,好好的把家里的事管好。 陈燕那个丫头,两面三刀,不用管她,只盯着你三姐,那是个厉害人。 只可惜,她没了爹娘,只能依靠老太太,总做的事很有限。 陈希点了点头,面上依旧是冷若冰霜,心里头却不由自主地热了起来。 她自然知道父母在筹划什么,若是成了,那么在这大宅门中步步谨慎的局面,很快就会成为过去。 到了那个时候,她便可以真正昂首挺胸,站在人前,不要像从前那般,靠着冷脸,才能维护自个儿。 呀,施政妈妈,您老来的时候,怎么也不置身通报一声呢? 哦,老太太,让我给吴小姐送东西。 我瞧着吴小姐不在屋里,就静止过来了。 吴小姐正在姨娘屋里说话呢,奴婢,这就带您过去。 母女两个正说着话,外间突然传来一阵说笑声,从那刻意提高的声音中能够听出嗜水。 罗姨娘拉着陈希站了起来,不一会儿就看到跨过门槛的郑妈妈。 郑妈妈一进屋子,拿眼一瞟,见四处收拾得干干净净,摆设毫不奢华,又见罗姨娘只是家常打扮,又想起刚刚徐夫人那病奄奄的样子,心下不禁暗叹,但随即露出了满脸的笑容。 等到她走时,罗姨娘拉着陈希一起将其送到门口,等回来之后,她便似笑非笑的来到了康前,伸出手指轻轻一弹郑妈妈刚刚留下的那个叼妻匣子,这才侧头看了看陈希。 看到没有,如今就是老太太也是心里着慌了,否则,二房才刚夺了绝,她何必理会咱们? 汐儿,你要好好争气,你的婚事要是成了,你爹的爵位便是十拿九稳了。 锦绣阁正房东暖阁里面,陈兰正在带着云尔翻捡箱子,由于昨天刚刚大唤了一批人,锦绣阁中不是平日那般,或是一个人影也不见,或是丫头们全在逃货偷懒, 如今二等丫头是红罗沁方鱼儿三个,三等丫头是苏母胡椒、瑞雪和新来的那个强威。 至于负责撒扫杂役使欢的小丫头们,则是有六个,外加上两个粗屎的婆子。 由于她的乳母早年过世,家里的妈妈暂时摘不出来,婴儿就割下了。 也只有在整理东西的时候,陈兰才知道,以往那位旧主日子过得是多么的窘迫。 大冷天的,避雪的衣裳能穿的只有一件大红毛毡的旧衣,不但袖口和衣襟上的蜂毛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,几个不显眼的地方还有界线缝不过的痕迹。 至于四季的衣裳,看似不少,绸缎做得像样的衣裳却只有几身,其余的有粗部的,有细部的,还有就着屋子绣花遮阳过的。 总而言之,各式各样的什么都有,相比此次过年时,诸事送来的两套智力尚成的东衣,就好似云里泥里有着天上地下的差别。 隐儿,看着炕上那几件旧衣裳,她略一思损,便对一旁的云儿说,"你不是羡慕我这针线吗?你和沁丰、红罗各自挑一件去吧,其余的收好放着。 小姐,自己还要穿这些旧衣裳啊?除了老太太,还有王妃给的两件可似小耳呢?小姐过年又大了一岁了,怎么还能穿旧的呀? 暂时摘不出来,婴儿就割下了。 也只有在整理东西的时候,陈兰才知道,以往那位旧主日子过得是多么的窘迫。 大冷天的,避雪的衣裳,能穿的只有一件大红毛毡的旧衣,不但袖口和衣襟上的风毛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,几个不显眼的地方还有界线缝不过的痕迹。 至于四季的衣裳,看似不少,绸缎做得像样的衣裳,却只有几身,其余的有粗部的,有细部的,还有就着屋子绣花遮阳过的。 总而言之,各式各样的,什么都有。 相比此次过年时,诸事送来的两套智力尚成的东衣,就好似云里泥里,有着天上地下的差别。 隐儿,看着炕上那几件旧衣裳,她略一思损,便对一旁的云儿说,"你不是羡慕我这针线吗?你和沁丰、红罗各自挑一件去吧,其余的收好放着。 小姐,自己还要穿这些旧衣裳啊?除了老太太,还有王妃给的两件,可似小耳呢?小姐过年又大了一岁了,怎么还能穿旧的呀? 暂时摘不出来,婴儿就割下了。 也只有在整理东西的时候,陈兰才知道,以往那位旧主日子过得是多么的窘迫。 大冷天的,避雪的衣裳,能穿的只有一件大红毛毡的旧衣,不但袖口和衣襟上的蜂毛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,几个不显眼的地方还有界线缝不过的痕迹。 至于四季的衣裳,看似不少,绸缎做得像样的衣裳,却只有几身,其余的有粗部的,有细部的,还有就着屋子绣花遮阳过的。 总而言之,各式各样的,什么都有。 相比此次过年时,诸事送来的两套智力尚成的东衣,就好似云里泥里,有着天上地下的差别。 银儿,看着炕上那几件旧衣裳,她略一思损,便对一旁的云儿说,"你不是羡慕我这针线吗? 你和沁风、红罗各自挑一件去吧,其余的收好放着。 小姐,自己还要穿这些旧衣裳啊?除了老太太,还有王妃给的两件,可似小耳呢?小姐过年又大了一岁了,怎么还能穿旧的呀? 暂时摘不出来,银儿就割下了。 也只有在整理东西的时候,陈兰才知道,以往那位旧主日子过得是多么的窘迫。 大冷天的,避雪的衣裳,能穿的只有一件大红毛毡的旧衣,不但袖口和衣襟上的蜂毛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,几个不显眼的地方还有界线缝不过的痕迹。 至于四季的衣裳,看似不少,绸缎做得像样的衣裳,却只有几身,其余的有粗部的,有细部的,还有就着屋子绣花遮阳过的。 总而言之,各式各样的,什么都有。 相比此次过年时,诸事送来的两套智力尚成的东衣,就好似云里泥里,有着天上地下的差别。 银儿,看着炕上那几件旧衣裳,她略一思损,便对一旁的云儿说,"你不是羡慕我这针线吗? 你和沁风、红罗各自挑一件去吧,其余的收好放着。 小姐,自己还要穿这些旧衣裳啊?除了老太太,还有王妃给的两件,可似小耳呢?小姐过年又大了一岁了,怎么还能穿旧的呀? 暂时摘不出来,银儿就割下了。 也只有在整理东西的时候,陈兰才知道,以往那位旧主日子过得是多么的窘迫。 大冷天的,避雪的衣裳,能穿的只有一件大红毛毡的旧衣,不但袖口和衣襟上的蜂毛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,几个不显眼的地方还有界线缝不过的痕迹。 至于四季的衣裳,看似不少,绸缎做得像样的衣裳,却只有几身,其余的有粗部的,有细部的,还有就着屋子绣花遮阳过的。 总而言之,各式各样的,什么都有。 相比此次过年时,诸事送来的两套智力尚成的东衣,就好似云里泥里,有着天上地下的差别。 银儿,看着炕上那几件旧衣裳,她略一思损,便对一旁的云儿说,"你不是羡慕我这针线吗? 你和沁风、红罗各自挑一件去吧,其余的收好放着。 小姐,自己还要穿这些旧衣裳啊?除了老太太,还有王妃给的两件,可似小耳呢?小姐过年又大了一岁了,怎么还能穿旧的呀? 暂时摘不出来,银儿就割下了。 也只有在整理东西的时候,陈兰才知道,以往那位旧主日子过得是多么的窘迫。 大冷天的,避雪的衣裳,能穿的只有一件大红毛毡的旧衣,不但袖口和衣襟上的蜂毛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,几个不显眼的地方还有界线缝不过的痕迹。 至于四季的衣裳,看似不少,绸缎做得像样的衣裳,却只有几身,其余的有粗部的,有细部的,还有就着屋子绣花遮阳过的。 总而言之,各式各样的,什么都有。 相比此次过年时,诸事送来的两套智力尚成的东衣,就好似云里泥里,有着天上地下的差别。 银儿,看着炕上那几件旧衣裳,她略一思损,便对一旁的云儿说,"你不是羡慕我这针线吗? 你和沁风、红罗各自挑一件去吧,其余的收好放着。 小姐,自己还要穿这些旧衣裳啊?除了老太太,还有王妃给的两件,可似小耳呢?小姐过年又大了一岁了,怎么还能穿旧的呀? 暂时摘不出来,银儿就割下了。 也只有在整理东西的时候,陈兰才知道,以往那位旧主日子过得是多么的窘迫。 大冷天的,避雪的衣裳,能穿的只有一件大红毛毡的旧衣,不但袖口和衣襟上的蜂毛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,几个不显眼的地方还有界线缝不过的痕迹。 至于四季的衣裳,看似不少,绸缎做得像样的衣裳,却只有几身,其余的有粗部的,有细部的,还有就着屋子绣花遮阳过的。 总而言之,各式各样的,什么都有。 相比此次过年时,诸事送来的两套智力尚成的东衣,就好似云里泥里,有着天上地下的差别。 银儿,看着炕上那几件旧衣裳,她略一思损,便对一旁的云儿说,"你不是羡慕我这针线吗? 你和沁风、红罗各自挑一件去吧,其余的收好放着。 小姐,自己还要穿这些旧衣裳啊?除了老太太,还有王妃给的两件,可似小耳呢?小姐过年又大了一岁了,怎么还能穿旧的呀? 暂时摘不出来,银儿就割下了。 也只有在整理东西的时候,陈兰才知道,以往那位旧主日子过得是多么的窘迫。 大冷天的,避雪的衣裳,能穿的只有一件大红毛毡的旧衣,不但袖口和衣襟上的蜂毛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,几个不显眼的地方还有界线缝不过的痕迹。 至于四季的衣裳,看似不少,绸缎做得像样的衣裳,却只有几身,其余的有粗部的,有细部的,还有就着屋子绣花遮阳过的。 总而言之,各式各样的,什么都有。 相比此次过年时,诸事送来的两套智力尚成的东衣,就好似云里泥里,有着天上地下的差别。 银儿,看着炕上那几件旧衣裳,她略一思损,便对一旁的云儿说,"你不是羡慕我这针线吗? 你和沁丰、红罗各自挑一件去吧,其余的收好放着。 小姐,自己还要穿这些旧衣裳啊?除了老太太,还有王妃给的两件,可似小耳呢?小姐过年又大了一岁了,怎么还能穿旧的呀? 暂时摘不出来,银儿就割下了。 也只有在整理东西的时候,陈兰才知道,以往那位旧主日子过得是多么的窘迫。 大冷天的,避雪的衣裳,能穿的只有一件大红毛毡的旧衣,不但袖口和衣襟上的蜂毛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,几个不显眼的地方还有界线缝不过的痕迹。 至于四季的衣裳,看似不少,绸缎做得像样的衣裳,却只有几身,其余的有粗部的,有细部的,还有就着屋子绣花遮阳过的。 总而言之,各式各样的,什么都有。 相比此次过年时,诸事送来的两套智力尚成的东衣,就好似云里泥里,有着天上地下的差别。 因而,看着炕上那几件旧衣裳,她略一思损,便对一旁的云儿说,"你不是羡慕我这针线吗? 你和沁丰、红罗各自挑一件去吧,其余的收好放着。 小姐,自己还要穿这些旧衣裳啊,除了老太太,还有王妃给的两件可思小耳呢,小姐过年又大了一岁了,怎么还能穿旧的呀,就回来呢。 带着苏木和胡椒重新收拾了香笼,她这才坐回到炕上,见红罗,从烧尖里面出来,便对她招了招手。 你刚刚去了了香院吗? 还听说了些什么? 红罗见陈兰,丝毫不在意那一匣子贵重的手势,心里头更加确定,这位小姐的目光并不单单在这些表面的荣华富贵上头。 定了定神儿,细细答道。 我去了了香院,先是见了老太太,说了会儿小姐身边的事儿,老太太问得仔细,却没有说别的。 接着,我又和绿鳄姐姐、玉嫂姐姐说了一会儿话,听说他们有几件衣裳来不及做,我便自告奋勇接了下来。 又问了袁小姐王府赏眉的事儿,绿鳄姐姐说,如今这时节也不知道能不能去,后来郑妈妈也正好出来了,说是见罪的毕竟是二姥爷,几位小姐一起去,自私不妨的。 从辽乡院穿堂出来的时候,又有个婆子去我烧东西,给她后门东边群房住的老轴里,我寻思着也没事儿,就多跑了一趟,这才知道,郑妈妈先去了翠柳居。 而且,那个喝醉酒的老婆子还说了几句话,因为听着惊人,我就没敢多呆,急急忙忙的就赶了回来。 当时摘不出来,因而就割下了。 也只有在整理东西的时候,陈兰才知道,以往那位旧主日子过得是多么的窘迫。 大冷天的,避雪的衣裳能穿的只有一件大红毛毡的旧衣,不但袖口和衣襟上的蜂毛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,几个不显眼的地方还有界线缝不过的痕迹。 至于四季的衣裳,看似不少,绸缎做得像样的衣裳却只有几身,其余的有粗部的,有细部的,还有就着屋子绣花遮阳过的。 总而言之,各式各样的,什么都有。 相比此次过年时,诸事送来的两套智力上乘的东衣,就好似云里泥里,有着天上地下的差别。 因而,看着炕上那几件旧衣裳,她略一思损,便对一旁的云儿说,"你不是羡慕我这针线吗?你和沁丰、红罗各自挑一件去吧,其余的说好放着。 小姐,自己还要穿这些旧衣裳啊?除了老太太,还有王妃给的两件可思小耳呢?小姐过年又大了一岁了,怎么还能穿旧的呢?